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38页 讲到这个 调色于三世 这三世就是调生调习调心 他说这三者生习心有互相的关系 但是以心为主 那么在身体正常的安静中 心习相依 就生心习 然后达到这个定静 那我们说修这个定 那这里举到这个小指观 就是二十五方便 那么去五元喝五欲气五干 调五式行五法 那么从这五法式欲经济念巧闻心 那么从这里来讲修定 那因为这个是五称供法 那在这个 我们说过在三圣定写里面 217月跟大乘 这个禅定波罗蜜里面都有讲到比较细 那离五欲气五干 在解脱道的三圣供法里面 就讲得比较清楚了 那这里是因为是这个定只是浮身供法 就是人天的而已 所以他就没有特别详细讲 好 那这里讲到要怎么修习 要修习怎么样 就是要怎么修习才能算得定呢 能达到心一尽性就名为定 那定的定义就是心一尽性 定在犯里是三魔地 意思是等辞 不过久住心的最后一个也叫等辞 等是平正 不羔羊吊举 不低沉昏昧 其实就是不吊举 不昏臣 词是设词一心不死散乱 所以叫等辞 出席定时 细念一尽 顿时妄想纷飞 不亦安住 详细的过程后面久住心会想 那这里就没有仔细说 念如神所使心长云一尽上转 久之妄念见习 再进一步偶尔犯其妄念 久久能得平等持心心住于尽 那这样等到身心清安 那就是得定了 那我们说过这个要等到三圣共法定学的时候 再详细讲 这里是简单 因为它这里重点定不在定 五尘共法里面主要是十上法 主要是十上法 那当然天升到色界无色界天 也是五尘共法里面的 因为五尘共法就是天人 但主要在十上法 所以这个定没有很详细说 那现在再讲到这个定 定有种种阶段 有浅入深 平常所说的四尘八定 四尘八定不是十二个 就是八个 前面是四尘也是四种定 后面不叫做禅 四五尘定不叫做禅 只叫做定 所以加起来叫做四尘八定 现在做一部分的说明 就是大概的说了 因为分别来讲 见离于分别 分别就是虚妄分别 有分别心 众生心都是有分别的 如长脸的心念 不是不断的改变所缘 所缘就是我们的 言耳鼻舌身手对的近 五根手对的五尘叫做所缘 已经看到 当我看到这个时钟的时候 我的手缘就是这个时钟 当我看到黑板的时候 手缘就是黑板 看到花 看到人 不断再换 听这个 听那个 不断再换 闻这个 闻那个 这个叫做所缘 那所缘不断再改变 因为我们接触的境界 不断再改变 所以我们的所缘 就不断再改变 其实是这样 那么就是不断的更更易行简 那习定的 这改变 改变你的观念 跟你的行为 习定的 就是修习这个禅定的 使心安住在一个境上 就是不会改变 就是我们都攀缘 不断的去攀缘这个 攀缘那个 那么现在把心收射回来 那么安住在一个境上 那如果说观呼吸 那么你就把境 把所有的心都收射回来 放在这个呼吸上 那如果是念佛 叫做都舍六根 敬念相信 一样 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六根都收射起来 心放在佛号上面 那这个叫做安住一境 念念相信 安住明显 明显 所以修定基本上就是四个字 两个重点 就是专注亲民 专注安住一境 亲民 那么安住明显 其实是这样 那心事极其安定也非常明了 才能入定 安定就是不会起伏 不会起伏 那我们的散乱就是起伏不定 有些人妄念小席 或者昏昧不觉 妄念就打妄想 昏昧就打瞌睡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你不是打妄想 就是打瞌睡 那 昏半昧 昏昧不觉 就不清楚 不明了 或是 一直在打妄想 便以为心无分别 就昏昧不觉 就以为心无分别 不知道深入出禅 还是心有分别 意就是便意 就是不便意所缘 不更换你的所缘 那么你就是你所清楚 它其实就是清楚 那么不散乱 那么不昏昧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里叫做不意缘不意见 还有粗的分别 寻 一般叫做寻似 寻似叫做粗的分别 跟细的分别 那有一种比喻就是 中敲下去的时候 那个响叫做寻 那后来不敲 它声音一直持续 那个叫做细 那简单讲 叫做粗分别跟细分别 所以叫做有寻有似三模的 粗禅到二禅中间 有一个中间禅 中间禅 定跟定的中间 有一个中间禅 定的前面有一个禁分定 那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粗禅 二禅 三禅 就是根本定 四禅 那每一个禅的中间 都有一个中间禅 就中间定 中间禅 中间定 前面有一个禁分定 前面有一个禁分定 就是要禁出产之前 有一个禁分定 是叫禁分厂 就像这样 那这个出产还是有寻有似 这之前都是有寻有似的 有分别的 有粗的分别跟细的分别 这个是粗的 这个是细的 这个是细的 到了中间禅 无寻有似 无寻有似 粗的分别 没有 细的分别 还有无寻有似 二禅以上 就无寻无似 到二禅才禁分别 到二禅才禁分别 无寻无似 所以它叫做 渐离一分别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叫 有寻有似 三谋地 无寻有似 无寻无似 所以它说众生 凡忍的心 都是有分别的 那现在 让这个分别 渐渐渐渐渐没有 然后从粗到细 从细到无分别 所以它说 得中间禅 出禅到二禅的中间 得中间禅 那么这禅不起粗分别 名为无寻有似 三谋地 出禅 出禅以前都是有寻有似 这个前面就是九住心 前面就是九住心 禁分定 那有时候禁分定就是等词 有时候这个就是等词 一般说等词 它也叫做等词 它也叫做等词 那店也叫做等词 那这个禁分店 有些说是它就是味道地点 或者前面还有味道地点 这个是意见 这边上去才色间 那这个是根本店 那这个是意见 所以有些说这个九住心是意见店 那前面 前面有所谓的九住心 那这个四禅八定 后面有这个是色间 那这里再过去就无色间 到这里对禅定的介绍没那么细 到到那个后面才会介绍细 空无边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空无边 是无边 无所有非想非非想 是无边 空无边 是无边 无所有 无所有处 空无边处 是无边处 无所有处 空无 special 空无个度 空无外 空无故 空无外 空无外 这个四禅是四种钉 然后这里四种 这叫做四禅八钉 这个也叫四禅八钉 到最后还有一个圣者的灭尽钉 这个都是共四间的 这四禅八钉是共四间的 这个是圣者的钉 灭尽钉 叫做灭寿祥钉 这个加起来叫做九次地钉 九次地钉前面有九柱心 那他这里讲 所以他这里到了二禅 连细的分别也没有 就是无选无事三谋定 什么叫做细的分别也没有 他说到这个境界不会引发语言 所谓声音之禅词 语言是内心寻视的声音光 那到三禅直接的内心平等亲近 二禅以上就无分别 二禅到了二禅就没有出细的分别 到三禅就内心平等亲近 到四禅就行舍念正知 所以这是 他这里是三禅行舍念正知 到这个是行舍念正知 这个是四禅的境界 四禅的境界是行舍 三禅也有 三禅是舍念正知一心 但是四禅就不苦不乐 好 那三禅以上 但这是外道所供的 是供外道 外道也是这样 不要以为心无分别就正得心体本境 很多人就会认为这样 就是涅槃 其实不是 不过约世间法讲 二禅以上 可以说超越寻师的无分别定 好 那第二个 约情绪来讲 他现在讲定 约分别来讲 就见离于分别 约情绪来讲 就是苦乐赤地近 就是对苦乐的感受 渐渐没有 那对分别 渐渐没有 其实是这样 好 在这个欲见 有从生理而引发的苦受 有从心理引发的忧受 一到初禅 从预热繁动而来的忧苦 就不会再起 就是没有那种忧苦的感受了 由于初离预热而生起喜乐 喜是内心的喜悦 热是身心的清安 到了第二禅 虽同样的由喜而乐 但那是定生喜乐 所以初禅所谓叫做离生喜乐 初禅叫做离生喜乐 他是这样 初禅离生喜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初禅叫做离生喜乐 二禅叫做离生喜乐 二禅叫做离生喜乐 这是中间禅 二禅叫做离生喜乐 二禅叫做离生喜乐 三禅叫做离生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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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生喜乐 离生喜也没有啦 只剩下乐 四禅叫做离生喜乐 这个是离生喜乐 这个是离生喜乐 这个热血是要离生喜乐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初离异乐而生其喜乐 叫做离生喜乐 离生欲见的这种粗感离生喜乐 二禅同样有喜乐 但是是离生喜乐 但不是像初得离异而生的那种冲动 然喜乐到底是要共的 所以进入第三禅 称为离喜妙乐 喜乐也没有啦 那么只有定的热受 达到了世间的顶点 所以这个世间最热的 叫做三禅的热 三禅有大热 热片全身 这个世间最殊胜 就是最快热的 就是叫做喜乐 热到顶点 那么是三禅 三禅是大热 它有离喜 它是大热 三禅是大热 热片全身 这个是四天顶点 热到顶点 就是这里 到了三禅上去 也没有啦 三禅就没有喜 到了四禅也没有热 平等 好 那就是苦热的感受 不太一样 所以进入第三禅 称为离喜妙乐 三禅就是离喜妙乐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离喜妙乐 好 那 它说 这个三禅 离喜妙乐 热受是到世间热的顶点 所以 最热的 那 其实是最快热的 感受 最明显最快热的 在三禅 那 到了三禅 你 如果没有舍掉这个热 你也不容易进入四禅 所以还要舍掉这个热 所以形容极乐 也说如露第三禅 所以 一般如果用世间的话 叫做极乐 不是极乐世界 是极乐 那极乐去是指三禅 所以常常会讲到这个热 如露第三禅 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种快乐 当然 这不能与解脱烦恼的离喜乐相比 所以热有三种 现世热 来世热 跟究竟热 究竟热就是究竟离喜的快乐 那第四禅 以上 热瘦也平息 维持一味的平景的舍瘦 那 这是比方说极静 那 喜跟热都有冲动性 那极静就 极静就更好 就是更舒服就是了 但是用舒服跟快乐的热瘦不一样 有些人就比喻说像好像你很痒 那你抓痒很快乐 那你很热 冲凉水很快乐 那你很口渴 喝凉水很快乐 但是你不痒的时候 好像都抓痒很快乐 可是你不痒更好 那像这样 你很口渴的时候 喝水很快乐 可是你不口的时候 那更好 那像这样 那在底下讲 四禅就是 四禅 舍念清静 好 他就是不苦不乐 他基本上就是不苦不乐 重点就是不苦不乐 这个有大乐 这个有喜有乐 这个是不苦不乐 但是他就极简 舍念清静 极简 四禅就平等 好 再讲四无色定 四禅四空处 此等四无恙 佛说诸定法 赤地而修习 那讲到修这个定 到底怎么修 他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南传有四十夜处 那北传的修法不太一样 但是也有很多种 像仁彦君里面讲的 就二十五元通 二十五种修法 二十五种 二十五种元通 跟四十夜处也有一样的 比如说修青黄赤白 避水活风 这个二十五元通里面也有 那也有这个 波罗金里面 基本上叫做 也有强调所谓的百八三妹 三三妹 这一些的 所以 其实定是共识间的 有很多种修法 那都可以达到定 像中国的道家 也有定 也有修定的 叫做大周天小周天 这个其实也是修定的 甚至像所谓的戀丹 戀丹 这种也有修定的 这个详细我们都放到 都放到后面再来讲 三圣扣法那边再来说 那这里讲到四禅四空出 四种定法的浅身阶段 先是四根本禅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个叫做根本定 根本定以前是九柱星 那九柱星 九柱星 九柱星 比较 他 有些他不叫做定 不叫做他 就是 不把他叫做定 他就是 还没有 还没有真正成为根本定 还不是定 那这后面也有讲 就九柱星 我们也后面再来讲 好 那定 定 根本定就是从初禅开始讲 这个是根本定 所以他讲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禅是泛禁律的意思 所以他其实 其实也翻作直观 比较的定会均等 所以佛法是特别重视此禅的 那如果四禅以上 其实 就比较重定 比较没有观 比较没有那个律 禁律 而且你到非诚非诚 根本就没办法观 就变成是八难之一 没办法 没办法 你到了非诚非诚定太深 定太深 所以没有办法在非诚非诚 得乌漏 其他的都可以 这市场里面 这八 市场八定里面 这个定太深了 到这里 到这里定都特别深 定比较深 会比较浅 会比较弱 会就比较浅 到这里没有办法起会 但是这边都还可以 所以你修到 但是你可以修到这里 退到这里 来做官 是可以的 就是你修到非诚 但是在非诚不能 不能做官 就要退到无所有处做官 基本上这里是比较容易的 这里是定比较浅 定比较浅 但是有会 这里是均等 这里是最容易的 所以这个叫七一定 这七个叫七一定 市场八定里面 这个叫七一定 七一定就是 可以医肢引发无肉肺 可以医肢得解脱的 那大圣里面 在前任净分定等值 这边也可以 这个叫味道地定 这个也可以 有时候叫电光定 味道地定 电光定 在这里也可以引发无肉肺 但是这个不能算真正的定 这个是预界的 那这里八种 这种没办法 这七种叫七一定 那再往前 预界 预界里面这个 第九柱心 或是镜分定这里也可以 但是这里才能引发神通 市场八定才能引发神通 这里不行 所以会解脱阿罗案 没有根本定 没有办法引发神通 但是他还是可以得解脱 那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依这个引发无肉的 这个是会解脱 在这里七一定里面的 是拒解脱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四禅是比较定会均等 定会来讲 它是比较均等来讲 所以佛法是特别重视此禅的 就是重视四禅 那四禅以上还有四空处定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跟非想非非想 那这四空处是四属的维心定 也是世间的 定心更深 不过会力就比较浅 比较内裂也就是比较浅 定身会浅 前面是定会心的 四禅之前是会生定前 定比较浅 定比较浅 比较不容易挖会 那越往前就 越往前定就越前 越往后定就越深 那会没有定也不行 定太深也不行 其实就是这样 那在四禅是最好 所以四禅四空处总称八禅 所以四禅八禅 全部只有八个不是十二个 那八禅的前面四禅也叫做四禅 这是四禅共的 共四禅 叫四禅西禅 戒跟定都是四禅西禅 外道也能修得 所以外道跟五神通的也很多 其实也蛮多的 因为定立的浅身来讲 这是定的有浅至深 好 所以前面是苦乐吃地浅 浅离于分辨 那这里是定有浅至深 好 慈等 现在解释慈等已是无量 就是慈悲喜者是无量定 一般叫做是无量心 无量就是没有界限 没有界限就是无量 慈是怨人得乐 悲是怜悯众生的苦痛 喜是同情他人喜乐 舍是心住平等 无有冤亲 就不偏爱亲人 也不偏恨怨你 叫做无有冤亲 一般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冤亲平等 不管你对我好 不管你对我不好 我要帮助你们的心 我要利益你们的心 我要让你们离苦得乐的心 是一样的 修得慈禅的 就可以修喜慈无量定 但是他瓜五底下有讲 他说 喜无量限于初禅跟二禅 为什么 是因为三禅就离喜了 三禅就没有喜 你怎么修喜无量 三禅 那他是这么说 所以他说 喜无量限于初禅二禅 为什么叫无量 修喜时或此或悲等 先观亲人 后观怨敌 那其实这种叫做慈心观 那慈心观其实有两种修法 那这个叫做七周圆尺 或是一般叫七周圆尺 那七周圆尺就有一个次定 比如说像清清道路里面 他就说的这种修法 七周圆尺 如果修尺来讲 有七个范围 那第一个当然从你想利益的人开始 他也有限制 你第一个不可以先观你的仇人 你修不起来 也不可以观异性 因为会变成爱人 所以一般从你想要帮助的 比如说你的父女 那这样开始修 一直修 修到你的最后一圈就是跟你有仇的人 杀父杀母的丑人 就像这个 这个是丑人 这个是亲的 从你的亲人 因为你想最想利益 所以容易 比较容易 修成了 然后骗部 就是这样 到最后 丑人又有分等级 因为他是三 他是分一个亲人分三个等级 至亲的 比如说父母 然后第二等亲的 亲人分三个等级 第二等亲的 比如说兄弟姐妹 第三等亲 亲戚朋友 这是三等的亲人 那仇人呢 冤 冤家仇人也一样 伤害我亲戚朋友的 伤害我兄弟姐妹的 伤害我父母的 父母师长的 就是像这样 那么这个是跟我仇 结的是比较深 伤害我父母的 比伤害我还严重 这个是 这个是 要关 这个是分三等 那中间一等就是跟我没有关系的 也跟我无亲 也跟我无丑的 那总共加起来就七等 就七中 这是一种修法 另外一种修法 其实就是 像慈经里面的 南传的八六有流行慈经 那有一部 有一部经叫做慈心经 也是这样 他的修法就是 你开始观一切众生 就一下子就观一切众生 有缘的无缘的 两只脚的四只脚的 跟我 我看得见的 我看不见的 那么这一些 那么我都希望他 那离苦得了 彼此 众生跟众生之间 彼此没有冤仇 就修这个 所以这里 导致这里 是从七中原始来讲的 先官亲人 后官怨敌 上亲中亲下亲 上 然后上冤 上丑 就冤丑 就冤家 上冤 中冤 下冤 那其中 中间一个非冤非丑的 跟我无冤无丑的 那从一人 这是 这是个次第 那从一个人 比如说先官母亲 这是最容易 然后父亲 然后妈妈妈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像 像这个地藏经就是这样的 先 她母亲堕定义 很苦 那这个其实就是 其实这是一种 类似像一种慈心观 悲心观 光我的母亲堕入定义 我要把她救出来 然后 不只要救我的母亲 就一切在定义里面的人 就骗了 开始 其实她也是个官 从一人 少数人 多数人 一国一天下 一方世界 到十方世界的欲界众生 都充满慈心 悲心 喜心 跟守心 都这样 而愿众生 得乐离苦 离苦得乐 原十方无量众生 能得无量福报 所以名为无量 那这个乐也有分 就是它有三种的 物质上的 精神上的 那么 那么 乃至于生命上的 生命上就是解脱 而解脱了 那物质上 武欲 风欲 那不愉快 精神上 那么 非常的伐喜 充满 也像这样 那就是 希望她要获得快乐 有三个层次 物质上 精神上 跟生命上 神上 神上 神上的解脱 那说佛说修定福业 多位在家人说 就着重于此 事无量 所以这个五身后法里面 他特别讲这个 事无量心 如此存心 念念不思 与奴家的人 仁爱 那么 基督教 天主教的博爱 有相通处 这本是共事间的人间的自得 往生天国的法门 所以慈心很重要 未来的弥勒佛 也是以慈心著称 那你要生到未来弥勒佛的 这个国度 就是未来弥勒佛 你要人来 你必须要慈心相应 那 就好像你现在要生到 天上去 你必须五切十善相应 所以慈心 佛说的这些诸定法 都要依着 这个赤地而一步一步的修行 那赤地就是 从前面 调生 调醒 调心 然后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那四五量心 要有一个 两个 三个 要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 要从父母 一直关关到跟你有仇的 这个就是赤地 一步一步修行 那不能列的 你一开始修 你要赤地 修到熟悉了 你就可以跳 修到熟悉就可以跳 叫做狮子奋训三妹 就是说 你一开始要从初禅到二禅 二禅到三禅 三禅到四禅 一直到非常非非想 那要退下来的时候 从非常非非想到空无边 到四无边 从非常非想到无所有 然后到四无边空无边 然后四禅 三禅 二禅 初禅 然后初禅 就好像你爬楼梯一样 要一接一接下 要一接一接上 可是你很熟的话就不用了 从初禅直接跳到三禅 从三禅直接跳到空无边 从非想非非想 直接跳下四禅 直接跳到初禅 那也可以 但是那个要功夫好才可以 就是你已经训练到自在了 比如说狮子奋训上面 不用一步一步走 一次要跳很多禅 所以你爬楼梯到很熟了 一次跳三禅 一次跳四禅 也可以 从上面直接跳下来也可以 但是这个要功夫要很好才有办法 那一开始都是要这样 一接一接 从初禅到二禅 二禅到三禅 然后到四无设定 然后再从四无设定一接一接下 初禅也是这样 初禅也是这样 有三个方法 布施 慈戒 修定 禅定 升天的 升天法 如果欲戒天就是布施 慈戒 因为慈戒是不做三个道 然后布施 慈戒 然后修定 那现在就这三种 就这三种来讲 布施 禅定 跟慈戒 那讲到五称共法里面 因为这个是成果之道 成果之道是讲要成果的 那成果的第一接是五称共法 可是你的目标是要成果 你并不是要做人升天而已 你的目标是成果 只是你要成果 也是要依此地这样修 所以你要先 五称共法要五顾 地基要五顾 可是你不只是要做人升天而已 你是要依人而成果 所以你要放在这里 所以他讲依人向佛道 戒行为重要 重点在戒 十善法 我们来看 上面说求人而得人 修天不升天 在这仁天正的法行中 想依人生而见向佛道 因为成果之道就是 重点就是要成佛 那现在从人生开始修 不剁三二道开始 第一个要先不剁三二道 这个是利于不败之定 然后要稳定的向上 向上 向解脱 是这样的 然后向成佛 其实是这样 他说应该要多修什么呢 应重于持戒 持戒之利以不败之定 就是不剁三二道 像这个往生极乐事件 第一个 第一条 第一条 不剁三二道 我的国土里面没有三二道 从我的国土离开 不会剁三二道 你看也是讲这样 所以这个是以戒为根本 重在这里 好 应重于持戒 因为世人的修集 布施福业 多不能如法 多杂有烦恼难如 就是我们一般布施 大部分还是有杂乱的 就是他是善法 但是善法杂有烦恼 那所以到波勒经的时候 他就给你强调 怎么样没有烦恼的布施 叫做不住色身相畏触法 而行布施 所以就强调三能提供 那一般人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慢慢修慢慢修才有办法 布施单纯只是布施 只是悲心利益众生 所以他不论布施的福报怎么广大 如不修慈戒 那连人生也不可得 只能在旁生恶鬼阿修楼中 想吃福 前途万分为险 那这种也很多 就是他很会布施 但是他不辞见 这种也很多 有一些 有些企业家赚很多钱 可是他不辞见 但是他很会布施 捐钱盖庙 他也很能 然后救护众生也行 但是他不辞见 杀盗盈望 有些通通来 但是他赚很多钱 他赚很多钱又怎么样 又做很多善事 那这同时有两种果报 就是善跟恶的果报 那同时都会有 你不能说因为 你不能说因果上不会这样 就是说你不能说 这个人做那么多坏事 所以他的福报就不能想 剥夺他想福报的权利不行 你也不能说这个人 这个人做那么多好事 所以他造的恶业就减轻 姑免其罪也不行 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 好的跟不好的一起吃下去 好的也会产生好的影响 不好的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吃下去该有的营养还是会有 该有的毒素还是会产生 产生让你痛苦 一样 那这有什么情形呢 他就说 在三恶道中想吃福 那三恶道 三恶道 不是定义没有 定义完全没有福报 畜生 鬼道 阿修罗 这个叫四恶道 定义恶鬼畜生 南传的叫四恶道 那北传的把阿修罗也当成善道 叫三善道三恶道 但是都不在人跟天中 不在人天中 那阿修罗的福报大一点 但是阿修罗其实是 阿修罗是这样 阿修罗是也有持见 但是持见持得可能不那么好 就是德性比较不好 德性 就是内心的那一种 内心的这个恶法比较多 比较没有德性 那三恶道畜生跟 畜生跟鬼道 持见比较不好 那有一些持见也很好 有一个斗三恶道 那是因为邪见 它有两种 一个是破见 一个是破见 就是坏 就是不持 然后坏 破见 就是观念上的错误 行为上的偏差 那这都容易斗三恶道 那戒上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在这个戒上 杀到一望 主要是杀到一望 主要是杀到一望 主要是这四个 那么这四个 比较做不好的话 那但是他福报又修得很大 因为这个戒跟 这个布施跟持戒是分开的 修订 就算你修订 那你有 你有知见错误 邪见 你也会剁三恶道 就像狐行外道 狐行外道功夫很好 有五通啊 但是牛戒狗戒鸡戒 就做牛做狗做鸡 一样 那这个有布施 但是没有持戒 那他就会剁三恶道 但是有福报 比如说像我们看现在 有些猫啦 狗啦 别人还有福报 有些牛 印度的牛很有福报 这个猴庙里面的猴子 蛇庙里面的蛇 然后这个 有些猫啦 狗啦 过得比人还好 他就是有福报 可是 他为什么会剁三恶道 他没有持戒 但是他有布施 没有持戒 所以该有他的福报 他还是有 但是他得不了人生 其实是这样 所以导师才会讲 在旁生恶鬼中想吃贴 那恶鬼有福报呢 其实就是类似像 那些比较有福报的神 就是有财鬼 那天天都享用人家供养他的东西 像有些土地公 想说你在给他的东西 很有福报的 他前世吃得好的 但是可能他在某些戒痕 某些戒上做得不好 比如说血淫 这种也很多 他做很多好事 但是血淫戒犯得重 那会布施的人 基本上有些 他脱盗业也重 就是他前面造了很多脱盗业 后来做了很多布施业 那一面布施 一面布施 一面杀身 也很多 这种就容易剁三二道 但是有福报 有福报 那如果你有持戒 但是你戒 有一些持得非常好 有一些持得很不好 那么也有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你做老虎 老虎有威得力 所有的动物都怕他 但是他就是一只老虎 那么有威得力 这些基本上都是跟持戒有关系 但是持戒只持一两条好 其他团不好 那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他就变成有威得力 但是这种威得力也只能做三二道 有福德力 但是这种福德也只带三二道 就变成这样 像龙王 龙王可以有威得力 也有福报 但这个也是畜生到的 金刺鸟王 阿修龙王 都不都是王啊 像做蚂蚁做蚁后 做蜜蜂做蜂后 那多少人服侍他 多少人保护他 那么多少人这个 这个供养他 非常多 可是他就是畜生 他的福报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 如果不休戒恩 连人生都不可得 所以五戒是人生的保护 你不休戒 你没有办法得人生的 没有办法得人生 只能在旁生 惡鬼阿修楼中想吃福 就是你有福报 但是你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做福报 你就是福报想完了 然后就怎么样 然后就再做做 这个叫吃福了 前途万分危险 很难 因为你没有智慧 那很 人也有这种的 就吃福 就只知道想福 他不知道在修福 他不知道 可是想完了 他就危险了 福报想完就没有了 修禅定 当然是殊胜的 但在修行时 艳离无欲 或者隐顿山林 尊重自己的定乐 那个就是涉滩 涉滩无涉滩 重在世禅的喜乐 享受 这个叫涉滩 重在世无涉定的极境 享乐 这极境的快乐 那么这个是无涉堂 他一样在三界里面 那到他这个升到 涉无涉界天 再下来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所以他讲这个 尊重自己的定乐 走向独善的途径 自己好 只顾自己好 等到暴身二禅以上 都是独往独来 初禅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说过 二禅天以上 就没有世界了 一个人一个世界 那个定中 遇见 射见 不射见 那射见里面 初禅 二禅 因为二禅以上 就无喜无事了 还要我们讲 所以 在这之前 是有事件的 初禅有三天 最后面是大犯天 他就是 就是一天而已 大犯天 大犯天王 这个是国王 这个犯辅天 这个是大臣 犯辅天 辅佐的大臣 辅佐这个犯的 辅佐这个犯的 这个是王 这个是大臣 就是要天使 我们叫天使 这个是犯众 这个是他的人名 犯仲天是他的人名 这个是国王 大臣 这个是一个世界 就是有众 有天众 基本上一个世界里面 就是有国王 有大臣 有人名 基本上是这样 像我们也是这样 有总统 有地方的乡圣长 然后有百姓 例如像这样 那二产以上就没有了 所以 来世间的天人到出产而已 这些都要种 这些都要种 要有种 要犯种 犯种 六御天 御界就更多了 御界的种就更多了 要更多的种 那到二产以上就没有了 他在殿里面 他不需要种 他也没有种 没有 那二产以上就是 二产的第三天就是光阴天 那我们都是从光阴天下来的 大梵天王也是从光阴天下来的 大梵天王是从光阴天下来的 那有些光阴天下来的到人间去 有些到大梵天去 他是第一个去的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我上的 我是第一个来的 我就是王 后面去的就称他为王 是这么来的 那有一些是到人间去的 所以他自称为神 创造世界的神 那这个人 人也是神 神去做的 神 这个 因为都是从光阴天来的 不管是大梵天 就是世间的神 跟世间的人 他最初都是从光阴天来的 这是启示经里面讲的 这是从光阴天来的 所以人有神性 这是同一性来的 从不同光阴天去的 那这里讲到就是 初禅天过来才有众 所以他才要 才要希望人去 那二禅以上无情无事 都是独来独往 他没有了 他也不会需要众 他没有 所以 他说二禅以上 都是独来独往 这对于实现和乐人间 趋向化度众生的菩萨行 是不大相应的 并不相应 所以希望来生不失人生 并能依人生而见向佛道 依人称而向佛称 这个是太虚大师到运顺导师 那么所奇畅的 能称其佛称 所以依人而称佛 这菩萨道 波勒基的菩萨道 其实就讲这个 所以运顺导师只会讲 你深深深深深深深在人间 行伯萨道 不能不已 所以你要得人深 你要得人深向佛道 得人深一定要五见 要向佛道 你不能伸到射界五射界天去 你不能伸到射界五射界天去 你伸到射界五射界天去 你没有办法成佛道 为什么 你不度众生 你不利益众生 不积极福德智慧之良 你怎么像佛道 你顶多就像解头道而已 你也像不了佛道 所以要依人生像佛道 第一个根本是要持五戒 那你得不了人生 那要像佛道 必须要在人间行菩萨道 你才能像佛道 你不在人间行菩萨道 你怎么像佛道 所以依人生像佛道 必须持五戒 那慈善 这些戒行 那慈善五戒 五戒的积极面 就是慈善 这以戒行为中央 初学菩萨的名慈善菩萨 也是着重慈善性 所以他不思人生 但是也不升天 他也不会想到升天 因为升天第一个 不容易行菩萨道 天上不容易行菩萨道 那到色戒天那就更不可能 那就不用 但是菩萨道基本上是没有 欲戒天还有 但是不容易 欲戒天需要帮助的人不多 你知道天上大家都好 你要帮助谁 你要布施给谁 都不会犯戒 你要怎么持戒 也不用 所以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是人称法的主要 菩萨界主要就是十善界 菩萨界主要就是十善界 所以初学菩萨叫做十善菩萨 那后来我们的菩萨界有所谓的 就总说怎么样布施 持戒忍戒忍戒 禁禁禁禁禁 智慧 然后布施爱与力行同事 六度四十善为菩萨界 那其实也是不离开十善吧 其实就是生口义的 有戒行就能生在人间 就不会剁三二道 这是第一个 即使贫穷 那你说有持戒还会贫穷 因为持戒也会贫穷 因为持戒只是什么 持戒比如说你不杀生 不杀生 不杀生只是不会短命多病而已 因为不是不会生病 只是不短命多病 但不是不生病 你不好好照顾身体一样 也不运动也一样会生病 那你只是没有那个因因而已 那你不偷到 不偷到只是不贫穷卑贱而已 不贫穷而已 但是你不偷到你不贫穷 可是你也没有布施 你也没有福报 你不努力也没有福报 你都没有 你有多少 你只是不会贫穷 不会赚的钱 被人家偷去抢去 没有了 但是你也不一定有富贵 不一定会有 所以他说即使贫穷 所以你看奴家很多都很贫穷 那有很多好人 那个苏生也都很贫穷 他说即使贫穷也不一定障碍学佛 就是说你在人间你贫穷 你还是可以 可以学佛的 那奴家也是这样 贫贱不能云 虽然贫贱 但是也不能 他一样行人道 一样要稀胜稀险 稀胜稀险 就是向圣賢看齐 如有戒而能修布施 人得人中广大福业 那就更好 就是要以戒为己穷 然后来修布施 如果你没有以戒为己穷 你布施 那就是前面讲的 在三二道中想吃 点多好一点 这样阿修楼中 阿修楼中 那么同样的 如有戒没有定 布施人生 就是 有戒而生修定法 反而会上升禅寿天 那生到禅寿天 就变成八难之一 不能成就佛道 八难就是八种难以成佛的 就难以修行的 不容易修行的 那其中 比较好的一种就是 禅寿天 或者说四字变通 那么这种 其上就是三二道 然后盲隆阴阳 那佛前佛后啊这些 那么成为学佛的大障碍 学不了佛啊 学佛都学不了了 还能成佛 那根本成不了佛 所以这个是八难 三土八难 生长寿天 跟生三二道 一样都在八难之中 盲隆阴阳 看不见听不见佛法 跟知道的太多 但知道的不对 四字变通 太聪明了 那世间的小聪明 所以很多科学家 都是四字变通 学了很多 很有知识 可是 他不相信有沦违 不相信有因果 很多这种的 因为他学的是什么 进化论 学的是宇宙 学的是什么这些 他没有办法验证到有灵魂 没有办法验证到有因果 因为科学讲究验证 那你怎么去验证有因果 怎么去验证有来生有后世 没有办法验证这个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没有办法验证 重复验证的 这个不科学 所以这个就没有 四字变通 所以有很多聪明的人 所以你愚昧无知的 没办法 看不到天不到 那个智慧有障碍的 那有些没办法 但是你智慧太发达 那个不叫智慧 就是你太聪明 世间的聪明 四字变通 那一样有障碍 你在散热道里面 你没有能力的 有障碍 你定力太深在长寿天 太过享乐 定力太深 那一样有障碍 所以佛法基本上讲重道 不能偏 过于不及都不好 过于不及都不好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修戒有戒而修定 有戒有定 后来 但是没有智慧 后来会生到长寿天 成为学佛的大障碍 所以依人生而引入佛道 应以戒行为主 重视人间的道德 健全能格 这在戒行的基础上 应该随份随力来布施 就是以持戒为基础 然后努力修布施 忍入 修这些 如想修定法 应修四五亮定 假设你要修定 那就修慈心定 就修慈心三面 像这个普文秉里面讲的 其实就是慈心三面的功德 普文秉里面讲的 露大水水不能烧 水不能飘 露大火火不能烧 这些 其实是慈心三面的功德 如果有人要杀你 这个刀一段一段坏掉 如果有人用诅咒诅咒你 诅咒不到你 类似像这样 其实这个都是修慈心三面的功德 观音菩萨其实就是慈悲的代表 所以他这里讲 随分随力布施 然后想修定 然后就以四五亮定为主 就四五亮星为主 因为四五亮星跟利益众生的大圣法 有密切相通的地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